韓國瑜現身上問韓粉 高喊我愛你 選總統聲音更是沒斷過 希望他2024再出來 甚至韓國瑜先前市府小內閣 特地從高雄北上 力挺老長官更上層樓 韓國瑜付出起手勢高調宣布 接下點亮基金會董事長引發關注 因為不少政治人物都愛設置基金會 和經費有關聯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點亮基金會在109年4月 由陸孔明捐助1000萬成立 去年8月交接董事長給韓國瑜 而這位陸孔明來頭不小 擔任中天生計總裁 兩個人過去看得出來交情匪淺 韓國瑜1999年創辦維多利亞學校 最早登記時陸孔明擔任董事 中天生計2006年董事名單也有韓國瑜 到韓國瑜擔任北農總經理時 年年贊助棉花田公司 而這家公司陸孔明的中天生計 正是老闆 所以說其實他們的私交是非常非常長久的 這次陸孔明願意把一個有規模的基金會 交由韓國瑜當董事 我認為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展現了 他對韓國瑜的支持 而未來如果韓國瑜要做任何 他口中的公益活動的話 也不乏子彈來處理這些事情 雖說韓國瑜主打公益 然而付出有韓文力挺又作用基金會 難免讓人聯想是否放野2024大位 三天新聞 尤家瑋 全家媒體報導